警方接到报案有民众疑似被诈骗集团盯上 抵达现场当时电话正在通话中 远警随即是接手跟电话另一头 自称也是远警的男子正面对决 什么单位直别姓名报出来 你是哪个单位啊 你是不是报不出来啊 你是哪里我已经跟你说我是哪里的 你是什么单位嘛 警察局这么大他怎么可能会打给民众 真远警劈头就问你什么单位直别还有姓名 对方却知乌其辞报不出来 还不断跳针式的反问那你又是什么单位 似乎心虚真远警于是在追问 为什么不用公家电话要用私人号码 对方被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到答不出来 发现事迹败露紧急挂掉电话 远警就在民众面前戳破对方 也证实这就是典型的诈骗 原来这位民众接到来电 对方自称是宜兰政府的警察局 说他的证件被冒用需要转账三万元 家属觉得不对劲决定报警求证 甲原警不敌真警察 连最基本的资料都打不出来 急挂电话 民众这也才保住存款免于受骗 对方自称是宜兰政府的资料都打不出来